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油跨創作的作品 這個是自油創作的 這個作品呢是我一年大概一年前吧 就七稿的 目前只完成了大概三分之一 我現在就用幾天時間就把它完成 說到這個自油創作 每個人的定義都不同 按我的定義就是想怎麼誇就怎麼誇 當然這個也有一定的規則可循 所謂自由嘛 自由 自由是 有代價的 我個人更傾向於按自己的直覺去完成作品 當然 有些細節方面可能會參考資料 參考的資料都是 在網頁搜索回來 目前來說我是第二次吧 第二次 通過這個語音的交談 跟大家溝通 所以還是有點不習慣 說的不好希望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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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再強調 這個規劃 最重要的 一個 對人最大 最大的一種幫助就是 它能拓展你的想像力 至於想像力 有些人覺得很重要 有些人覺得不是太重要 這個因人 因人而已 但對於我而言 擁有些人 擁有了想像力以後 生活會變得不一樣 就是你看世界的角度 或者是想法 都有所改變 為什麼這麼說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這個問題非常重要 為什麼想像力能改變 一個人的價值觀 或者是一個人的生活體驗 對方的規模 非常重要 是嗎 是 對方的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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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在后面我再做一个具体的回答 我现在画这个是用一种类镜的颜色 譬如蓝色加蓝紫色这种组合 把它整到画面里面去 当然相对于颜色来说造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当然相对于颜色来说造型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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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achieverent组合的这个环节 不可以有严重的涔颜色 也有点油温馆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文字幕——YK 我个人认为想象里是一种很个性化的东西 个性化就是不同于其他人的想法 就是个性化 我觉得在艺术里面 比较提倡这种个性化 因为有个个人的独特个性 才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 我们来看看这种东西的独特性 我们来看看这种独特性的独特性 我们来看看这种独特性的独特性 艺术之所以精彩 就是它有个性 个性就是每个人不同于别人的特点 才为之个性 如果我们跨一样画 每个人都千篇一律 一个调子或者是一个造型 那可能我们艺术存在的价值就比较低 这可能接近于商品化 商品化就是不停地复制一个模子出来的东西 艺术之所以有价值 所以伟大 是它的独创性 就等于是原创 它是原创的东西才有价值 对不对 我还是第一次 第二次吧应该 在这个YouTube视频 跟大家进行一个绘画的交流 因为我目前来说 我虽然是一个全职的YouTuber 全职的一个画家 但是 我用画来进行这个买卖操作非常少 基本上可以说是 卖了不到五张画吧 卖了不到五张 所以我的收入基本上 我不是以卖画为什么 一个画家 但我卖以此为乐 不卖画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好处 它不受别人的束缚 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啊 喜欢怎么弄就怎么弄啊 我们作为艺术家 不但创作的自由 还要有灵魂的自由 还要有灵魂的自由 并不是说我们有多么的高尚 灵魂的自由不一定是很 提升到高尚的一个程度 有时候我觉得 跨跨的这个技巧 不是太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个人的意识 这种个人的意识就是 融入到你的价值观里面 你需要的是一种表现什么价值的东西 就是说 你通过绘画 想获得什么 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我认为创作 是获得心灵自由的 快乐的源泉 当然 如果真的是这种艺术家 生存也是非常困难的 非常困难 但人到了这种地步啊 也无所谓啦 也无所谓啦 到了一定的时候 人 是为自己而过 还是为别人而过 这都是一个很 重要的选择 没必要想太多 好 好 我最想太多了 你应该说 你来看 我来看 你来看 我来看 你们来看 因为除了今天以外 我们可以享受的 比今天更多的乐趣 有些东西不是今天可以带来的 例如你的想象力不是用金钱就能买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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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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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跟 运动里面的 相似 运动里面的 突变的情况相似 例如说我们打羽毛球 羽毛球的时候 如果你拉四方球或者是 平球的话都很平淡 但突然来一个突击 那它的观赏性 是不同的 当然这种突击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而不是 不一定是很盲目的东西 这种突击还是不能够 Idaho 前面 quando 但是笔法,我们也有一个笔法,我们也有一个笔法,我们也有一个笔法。 可以相应很多变化,例如把笔打平或者竖起都可以形成一种变化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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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并不重要 我们先享受它的过程 只要它露出一点 立端以后 我们就 大概可以拆车到 最后的 画的结果 就是这种想象 到底去到一个什么边界 所以 我们一点 一点都不担心 我们最后要 画些什么 当然我们最希望最后的结果是有趣的结果 如果现在进去 我们下来 还不需要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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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媒体确实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东西 我们通过交流更加容易发现自己和发现别人 但我之前的视频都是都是基本上是加速的 就是说通过后期制作的 可能 对真实的还原不是太好 效果不是太好 这种原速的 原来速度的 这个 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其实也 增加了我的难度 因为我觉得 我不是一个口才太好的人 你让我一直这样说说说 会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一个我基本上不用调色吧 就这样挤 在一个颜色管里面 跳颜色出来 直接就 跨上去 这并不是说我 节省颜料 而是 我总觉得这种做法 比较有激情吧 而且 这可能也是我 对颜色搭配比较自信的一种表现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用这种方式 如果按颜色来说 相对比较简单 就是三颜色 红狂蓝 红狂蓝这样子 所有颜色都通过 红狂蓝 一眼跨而来 我突然想到 这首 我可以把它放大 画得比较大一点 这种感觉挺有趣的 在某种时候挺有趣 可能每次都用这种方法 就不一定有趣了 可能也是有点接近卡通 这种卡通人物 跟这个相关 确实自媒体里面 自从我搞整了很多 用计算机 搞了很多3D图像 还有Photoshop 之类的 对我这个 规划也有很大的影响 我会想到的 对我来说 如果我来说 你怎么会也行 这个有点 我会有点 你不听你 你不听你 我会想到 你不听我